大家好,我是董正隆 那在这边呢,我很想要跟你分享一个主题 就是呢,我最近看到这影片呢 他在说了一个故事 就关于你要做什么 你要多渴望,你到底要多努力才有办法成功 在任何主题上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我马上就讲 就是说,曾经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问一个在网路行销上的大师级的人物 一个老头子,他已经非常非常成功有名 那有一天呢,在聚会的时候,他就遇到他 然后就问他说 哇,这位大师,你究竟呢 你可以跟我分享你在网路上赚这么多钱 这么成功的秘诀吗 可以告诉我吗 他说,好年轻人,你是真的很想要知道吗 他说,没错,你是真的吗 他说,对 好,那你明天凌晨四点到那个沙滩来等我 他就想,哈? 我是要请教你如何成功的方法 你叫我去沙滩游泳吗 他说,那你是真的想成功吗 他说,对 很想嘛,对 好,那明天早上凌晨四点来那个沙滩 好,所以呢,他就想,好吧,算了 那我就穿个短裤 然后干嘛 凌晨四点到沙滩来 就到沙滩的时候 那老人家就坐在那边 然后,那年轻人就说,那你要教我 呃,要怎么样在网路上成功吗 他说,对 好,我现在就教你 你现在呢,走到呢 那个,海里头 然后他说,哈? 你,我是要成功 那你来找我游泳吗 这个英文哦,听起来很好笑 他说,I want to succeed, not swimming 就是,有一点点押韵吗 我不知道 就是,好,所以呢,他就说 好,那你就去啊 结果,好,他说,神经病 这个人很成功 但是他是不是有点,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然后呢,他说,没关系 好,那我就走到水里头,海水里头 就这么水呢,淹到身体的一半 他说,年轻人 现在呢,再往更深的方向走下去 他说,哈? 真的假的 他说,那那那 然后他就说,你是真的很想要成功吗 他说,对啊 好,往更深的方向走下去 然后这一次呢,淹到脖子 脖子的时候呢,那个人就 就说 然后呢,然后他说 你现在在往前再走 他说 尬,你神经病啊 我不做了 你看,你要害死我吗 我不是来这边自杀的 然后呢,结果那个老人家就说 你是真的想要成功吗 那你就继续往前走 他说,不要,不要 然后那老人家就 拉,他还给我 拉,拉,拉 到更深的海水里头去 然后他就拉他扯扯之后 他就说,好 然后又被拉进去 然后就说,好 这一次呢,就是 他又再走到更深的海水里头 就,呃啊 皮子都被,都被淹,淹住了 没办法呼吸 他说,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呼吸 然后他就挣脱,啊,我跑掉了 他说,他就跑掉了 好 这个故事啊,是怎样 那个老人家就说 这,就是 你要多努力才会成功的秘诀 蛤,什么 就是呢 你必须要 当你一个人 快被溺死的时候 在海水里头 被溺死的时候 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 是,是唱歌吗 跳舞吗 玩乐吗 干嘛 不是,你唯一想要做 活下来的,没错 就是 要呼吸嘛 所以他说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 你对成功的渴望 必须要 像 你快被溺死的时候 想要呼吸一样 如果你能够 在 任何的主题上 任何的 任何的计划上 你的决心 就像 你要 呼吸一样 那么 你就会成功 这个是 非常激励人心的事情 事实上我以前有讲过 你到底要多努力才会成功 答案是努力到你成功为止 你的字典不能有放弃 然后他是在强调说 你必须要努力到 你就想要呼吸 所以呢 你甚至睡觉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吃饭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有些人废情忘食 熬夜干嘛 都要成功 这个就是 在强调 你对成功的意图 的渴望 之强大 然后超越了所有的一切 那这样子 你就可以在任何的领域上成功 所以呢 我希望呢 这个故事呢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 那下次跟你分享更好的故事 跟一些讯息 好 那我是董正龙 然后转售群第一站的负责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